另外海基會正式在馬祖掛牌 希望可以促進兩岸交流 但是秘書長羅文嘉前一天在南蓋二六據點 提起兩岸應該要來談二六共事 更在今天表示九二共事不存在引發討論 這回呢他也登上了大秋島 未時象徵和平的梅花路 希望能夠找尋兩岸和平的道路 海基會秘書長手拿桑葉未路 更要透過梅花路尋求和平之路 希望透過對岸的海協會 我們協調來送一對的梅花路 到對岸也就是福州的動物園 一隻取名叫和和 一隻取名叫平平 在這靠近中國的離島 馬祖最北端談和平 不過就在前一天 馬祖南竿二六據點 秘書長羅文嘉喊出這個新口號 在二六據點在馬祖 就可以二六共事產生 更有前瞻性 想談二六共事更指導敏感話題 九二共事 盧文嘉搬出歷史觀點 更批在野島從沒講清楚 海基會的相關檔案裡頭 兩岸兩會的來往文書 從來沒有所謂九二共事 九二共事是不存在的 國民黨所謂九二共事是什麼 從來沒有講清楚 共產黨習近平的九二共事 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一個中國 這個中國就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各自表述 談論創新的二六共事 中國國台辦更不滿 強調九二共事是名錄 不要另起爐灶 國民黨也有意見 九二共事當初至少 這個溝通管道是順利的 這個規避爭議的方式 至少有一個說法 那你如果這個東西 都沒有辦法存在的時候 你去談什麼共事 目前認為他拋出感染之法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對話管道中斷 而且彼此之間毫無互信的狀況之下 那你要談成新的公司 是有困難的 還機會在馬祖第一線 談兩岸和平 不過在談出新共事之前 內部看起來還沒有交集 今天黃神楊玉達馬祖報道